柯一柔婚变半年最新声明打破沉默!怒控郭宗坤偷了我的孩子!离婚进度曝光! 柯一柔与郭宗坤婚变至今快要半年,因老公偷吃女人公不断被抓包。 甚至挺身哭笑三让柯一柔心碎,传出柯一柔问孩子迟迟无法拿定离婚,也一直都没都没发声明。 传出郭宗坤泪求老婆复合,但是遭到柯一柔拒绝。 根据三地新闻报道,早在婚变事件前两人就已分居,双方决裂后才决定找律师处理。 柯一柔近日首发声明表示离婚这半年来我崩溃好几次,身心俱疲。 而离婚进度柯一柔有首度曝光,让不少人支持柯一柔赶快断了郭宗坤,展开新的生活。 柯一柔痛苦地说3月双方进入调解亭,郭宗坤说想回归家庭。 只要不离婚,什么事都可以配合,但我的想法很坚定,始终不谈婚点。 就怕未来孩子大了在网络上看到报道,郭宗坤毕竟是孩子的父亲,总是该为对方留条路,伤害他如同伤害小孩。 而且对方现在连孩子的教养费用都不给状况摆出。 不论两人会走到哪一步,希望在孩子面前还是能当好父母,不要闹上法院撕破脸。 柯一柔更入控郭宗坤偷把我孩子带走,不满地说郭宗坤曾经把孩子带走10天。 给柯一柔的理由是让孩子回家陪爸妈,但是却没有跟他告知。 也不管他焦急如焚的心情,直接对他一路骂小孩怎么能说带走就带走。 至于这问题该如何解决,柯一柔表示已经找律师申请暂时处分。 也会分派两人带孩子的时间,以免又发生偷孩子事情。 图片来源,柯一柔脸书。 来看看柯一柔与郭宗坤,婚遍影片,影片来源,民事新闻。 希望柯一柔离婚能够顺利,展开新的人生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